陆总 你这个套路也太浪漫了吧 不是说好的不来吗 怎么来了 当然是 因为你在这里啊 对了 小夕 我真的好好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段时间 好好照顾我们家建安 都是自家 不用客气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给您晒一下小楼下 请慢用啊 我爱吃的小龙虾啊 开头吧 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当然是特意为你舔的 你拨你带 我来吧 你们俩还真是小别省新婚啊 差不多得了 好吃吗 嗯 我再帮你拨 来 来 嗯 好吃吗 嗯 嗯 够了 我不吃了 搜了 他怎么了 啊 干嘛 喂 小夕 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 想你个大偷鬼 江绍开你是不是又给我喝多了 没有 我清醒他喝 我就想去找你 你在哪个酒吧鬼混呢 你赶紧给我回家 我过两天给你个惊喜 你等着啊 什么惊喜 你 喂 喂 你上个洗手间都整个酒了 继续喝 继续喝 喝 今儿咱们好好喝啊 杰总 那植入的事情 就这么说定了 一分钱都不能少 赵凯啊 钱呢 我有 就看你的诚意了 你还去尿尿呢 给我喝 别许 喝喝喝喝 我先走一个 快来啊 康总 你回来了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并把它顺利 项目后续的投资 可能到不了了 那该怎么办啊 先保密 不能影响团队现在的工作状态 我到时候再想办法 明白 剧组这几天怎么样 剧组一切都好 康总 片花捡出来了 你要去看一下吗 去 好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嗯 其实今天你不用送我回来的 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我送我自己的老婆 还怕被人看见吗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好 简安 不如 你今晚再往那里煮吧 不行 我待会儿还要开剧本会 简安 嗯 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好吗 我工作还没有做完 我们之前可是拉过勾的 好吧 好吧 薄言 谢谢你能来看我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们就按照导演的方案进行就好 康总 苏老师 嗯 这是陆薄言 我朋友啊 陆薄言 这是我们电影的出品人 康瑞成 陆总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你们认识啊 陆氏旧谈老板 名声在外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也是啊 不过简安还有点事情 要先离开了 我们都没有认识者 的事情 我们有些事 很非常多的地方 那我还准备自己 给你了 什么 Tem儿了 我们回来 乒乓了 没错 这是陆薄言 我朋友 我看得出康总喜欢苏简安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合作一把 我保证苏简安会是你的 陆薄言也将是我的 韩小姐 请你做好分内的事情 完了 完了 你说不会被发现了吧 简安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这笔记得投资人是康瑞城 你也没有问过我呀 在说了我怎么知道 你们两个认识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明天还得早起 又是再被人看见 那就不好了 好了 乖了 你先回去啊 好不好 那我就先上去了 晚安 皇爷 我先保证 Hulk 晚安 天in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